在高德地图上我搜到在海盐博物馆对面的有一座水街古镇 然后我就过马路去参观了一下 顺便点了一份当地的特色 哦 粉圆 就像我们吃的汤圆 这个只有甜的馅是吧 咸的馅有吗 甜的 咸的馅就是甜的 这就是甜的 没有咸的 不是汤圆 汤圆就是甜的吧 哦 像汤圆一样 嗯 后来我才知道整个水街古镇呢 它其实是个仿古建筑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甲骨镇 这是 古镇 它造的一座桥 类似于开开封的红桥啊 它拱度非常大 我走上桥看一下 哦 这里有排灯笼 又排排的很壮观 这叫天水桥 我看沿街有好多商铺啊 都关门了 这是一座庙 还在修 这块牌子 这一座雕塑 剃头师傅 这个应该在吃五香豆吧 这个在切豆腐 这是在看戏啊 对面的戏台 天主机按了下来 有排鸟飞过 然后有范冲烟的雕像在这里 天晚上可能看不出来 然后这边你看 有那个霓虹闪烁的这个灯 就说明这个 这个地方细节管理 还需要加强一些 晚上看还是很漂亮的 这边有居民 很多居民来纳粮